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鐵公銀道下女民 生史坎坷 坎漂領 與古兵心有誰知 披心待月江湖湖湖湖 文文儒雅衣術生 世道間仙風難成 紅顏垂裏孤獨人 一句唱名天下文 啊 英雄的女去一趟 千戰百事留房民 好 好 公子 好 天氣亮了,他就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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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走了嗎 小哥 他走了有多久啊 少說 也有一個半時辰哦 小哥 他是往哪頭走的 好像是 往北邊走的 哦 小哥,老林家趕快給我找匹馬去 嘿 這位哥哥啊,料事可真準啊 小哥 你是說 我說,哥哥領走的事啊 交代過 他說,公子一醒過來 小時候他走了以後啊 要我出去啊,給你找匹馬去追他去 哦 哦 可是 他又說 叫你不必了 他走得早 馬匹又跑得快 你 你不太會騎馬 怎麼樣 你追不上他的 哥哥 哥哥還說 要你早點動身呢 啊 他嘛 什麼 你悶得死 你 你 你 有 你 你 她說她是決心犧牲自己 保全我們嗎 哥哥 你對我太好 太好 你叫我將來怎麼報答你 我瞧這位哥哥 對你挺不錯的 小子 你說 你說 她去哪兒去 你 哥哥 林總啊 還祝福我 要我指明你到淮安的路徑呢 公子 打咱們這兒余台啊 往南邊走啊 就是江蘇啊 省建 你到了封縣啊 再走三天 就到了淮安啊 淮安 淮安 今兒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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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茶來了 好 好 好 林總 大娘 老爺 哎呀 难呐 难呐 哎呀 老爷啊 日夜盼望龙梅回来 人家嘴上说说他回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尽管人家头上浇冷水 可不是吗 哎呀 夫人 你不知道啊 昨儿个我到镇上去了 听好些人在讲 大哥在济南没有走 而且朝廷里的元老重臣 龙克多和俄尔泰啊 都到了济南去 他们在那儿啊 哎呀 你来我往啊 逗得可乐呢 你想 龙梅在这个结果眼儿 怎么会来呢 哎 公子 哎 公子 龙梅 哎呀 夫人呀 真说老小老小一点都不错 这么大年纪了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的 公子 公子 你怎么了 公子 你怎么了 我不是龙梅回来的 公子 哎 孩子啊 怎么了你啊 啊 孩子 你是这么闲 发了伤 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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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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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哭 想哭 孩子 那就哭出来吧 这是 香哥哥他 香哥哥他 他 他怎么来 他怎么来 你说呀 说呀 香哥哥他 他走了 孩子 你已经受了委屈了 你要不 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吧 原来是跟香哥哥分手了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是谁 你还不想到 你你说他 不痛快 你不痛快 你去哪儿 你不痛快 快不痛快 你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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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客人來了 來了 娘 我到前頭去照顧一下 是 公子 公子 請你亂坐 請你亂坐 你的馬我牽到後頭去 屍料去 公子 裡邊坐 公子 您是要打精還是喝酒 一醉解千愁 我要喝酒 公子 那您是要年花白 還是燒刀子 還是 曹操說的 對酒當歌 管他什麼蓮花白燒刀子 挑好的你通通給我拿來 公子 通通拿來呀 怎麼 梁山伯上 一百零八條好漢 大碗喝酒 大塊吃肉 你怕我付不出錢 是是是 公子 好說 我這就去給您倒酒 我這就去 孩子的娘 你在嚷嚷個什麼嗎 你呀 你以為公子 你其實可做什麼 我還沒得到 我沒有得到 你以為公子 他真正有很多 你要給公子 你以為公子 他快去 你一定要當 你倒酒來 是是是 這就給您倒酒 這就給您倒酒 公子 您是打哪兒來的 十八層地獄 公子 您一定是在跟小的說笑 誰跟你說笑 告訴你 十八層地獄 還沒有我來的地方那麼苦 那麼慘 那麼受罪 那麼難過 我差點就好 公子 多拿幾個杯子來 公子 您真的要喝這麼些酒啊 我跟您說過 今兒個我要借酒交仇 我要喝上十杯 一百杯 一千杯 一千杯 公子公子 這您 您待會兒喝完酒以後 您還要上哪兒去啊 我要跟我聽 你倒上法廠了 什麼 上 上 上法廠啊 可不是 我去喝酒 隨便 我們去喝酒 我去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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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怎麼回事 真酒 我 你怎麼會這樣呢? 喝酒 公子 公子 我不會喝酒 遇上這麼一件糟透了的事 怎麼能不喝酒 喝 好 公子 我喝就是了 是這 這檔事 遭受 不是我跟我爹死 就是我的好朋友 跟死對頭兩個人死 茶費 是 你說我該怎麼辦 這 公子 這件事確實是讓您為難 這 要是 碰上了這件事 我想 哪怕是玉皇大帝 他都也沒折啊 真的很為難 當然很為難啊 喝酒 這 公子 你 你又讓我喝酒啊 我叫你喝你就喝嘛 好 好 我喝 我喝 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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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糟 公子 你說這件事 糟不糟 公子 是很糟 那 你也喝酒啊 這 公子 再喝我就要醉了 我喝酒 我喝酒 你都喝酒 你喝酒 是,那,那公子,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只好把心一横 把心一横啊 把心一横 救我的朋友 跟我的死对等 公子,您真够朋友 而且,您太好了 真有那么好 太好了,太好了 这天下哪儿去找像你这么的大好人嘛 不,张贵的 是 你是第一个说我做对了的人 这个,这个 张贵的 再喝酒 是 什么 还要我喝酒啊 我说过了 我要跟我爹一样 喝上千杯也不醉 是,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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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喝上千杯都不会醉啊 不信哪 好,你喝 公子,这 好,好,好 我喝,我喝 我喝 我喝 你也喝 所以要你们带我喝 我一滴酒都不能喝 要是喝了 我不早就醉了吗 啊,这 请要喝 你哟 了 他 下几岁入空 他 他 他 你 even 曹 他 老闆 您請便 我只剩下這一定金子 您找點錢給我吧 公子 我您等一等 我就來給您算帳 我沒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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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周末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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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死啊 什麼 周末 我死了 我死了 周末末 周末末 謙卑不醉 謙卑不醉 周末末 我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奇怪 公子 公子 太多朋友了 您多休息啊 娘 孩儿不孝 龙梅啊 不要静说这句话好不好 爹 娘 孩儿知道 孩儿这一次病 多半是好不了了 孩子 不要胡思乱想 你不知道 这娘听你说这些话 心呢就跟刀割的似的那么难受 孩儿不说 孩儿不说就是的 可是 孩儿只求爹娘 一件事 孩子 不要说这些 娘求你不要再说这些 龙梅啊 你要说的话爹娘全知道 而且爹娘已经答应你了 只要你的病好了 我们就到济南去 爹 只要您说一声 咱们马上动身 孩儿的病 立刻就会好的 这孩子 你不要这样乱说 你知道你这会儿病 是害得不轻吗 娘 你不要这样 你要我怎么说 令老人家才肯相信呢 龙梅啊 不是你娘相不相信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 只要你的病完全好了 我们才能够动身 是 只要 我的病完全好了 哼 那个时候 香哥哥 早就不知道上哪儿去 香哥哥 香哥哥 要是香哥哥 谱焉 有 tänker 吧 不 我们一定要接下来 软柔 而且 在你的看伤手 Feng 都没有 我那五两房饭钱呢 准是又泡汤了 真看不出 这穷小子屋里也会脏小偷 看我马六姐抓他个正着 门怎么没关呢 这下好 待会马六姐来要房饭钱 我给他来个相应不理 连门都不给他开 奇怪 以前怎没想到 这白馒头也不会这么好吃啊 我给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你也说的 你也喜欢吃馒头啊 好 我分一半给你 好不好吃 不好吃啊 那你就想 咱們倆現在吃著白饅頭 就跟吃山珍海味雞鴨魚肉一樣 要不 念書大 你就這麼想 這個饅頭 就像馬六姐 那張拉長了的臉一樣 咱們咕咚一下 把它吞到肚子裡去 好不好 好啊 臭小子 馬六姐 你吃我的 住我的 我還得替你墊馬六錢 你已經欠了我五兩七錢七分七的銀子了 你一個蹦嘴不給 這下可好 連我這張臉都給吃了 馬六姐 這 當初 是你自己讓我欠的嗎 我讓你欠錢 我讓你欠錢的時候 你還有錢呢 我沒錢的時候你天天逼著我要 我有錢的時候你倒讓我欠 你這算是哪一門的生意買賣的規矩啊 小子 你到外面打聽打聽看看 普天之下哪一個做生意買賣的不是這樣的 我才不信呢 你不信 你也不想想看 你有錢的時候我讓你欠錢 那是指望你多多照顧我的生意買賣 你沒有錢我再不讓你還錢 那我不是拿肉包子打狗 永去無回嗎 不捨不欠不開店 捨捨欠欠不見面 小子 我告訴你 我不再等你什麼名兒個了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錢來 我呀就跟你沒玩 馬六姐 你是想賴在我這房裡不走啊 什麼 你說什麼呀 你以為你傻 你美 你是千人著迷萬人愛 我告訴你 我馬六姐是震驚八百的跟你要賬 你 馬六姐 你別誤會 我只是一時忘記 脫口而出罷了 一時忘記 你忘記了我馬六姐 當年也是嬌滴滴香噴噴的大美人 你脫口而出 你是真的脫口而出還是老著臉皮 馬六姐 你越說越不像話了呀 哼 不像話 像脫的 我告訴你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五兩七千七 你呀 我就剝你的皮 苦落平陽被犬七 你要剝我的皮 來吧 打這兒剝去 我以前怎麼沒瞧見呢 哟 你這帽子上面 還有這麼一塊好脆呀 這是塊好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這一輩子 還是頭一回看見這麼好的脆呢 這塊脆值多少錢呢 小哥啊 你在外面缺少了盤菜 也是怪可憐的 我看這樣吧 我馬六姐全當做好事 給你折個十兩銀子 拋去錢賬嘛 你再往下住好不好 不好 可是小哥 在咱們這種小地方 一時也沒出賣呀 我這塊脆呀 不賣 不賣 你不賣這塊脆 你拿什麼來還我的錢呢 我 我不會上娘舅家去啊 上娘舅家去 你你是說上當鋪 不錯 真看不出啊 你這小子對場面上的事情 懂得還真不少 好 馬六姐 這會兒天黑了 我不想出去了 你要是急著要錢用 你這個兒去想辦法吧 好 我這就去啊 對了 小哥 您這塊脆 打算盪多少錢呢 能當多少就當多少 反正 您就算給我當十萬兩銀子 我也有錢去贖的 得了得了 我這就去啊 以前逼死英雄很 沒想到為了這区区幾兩銀子 也要剝格格我的皮 唐兒 你先去休息吧 好 夫人 你這個東西從什麼地方得來啊 好 夫人 從龍梅身上 他貼身搶著 剛才我給他換衣裳 好 我看他睡著了 我就悄悄地把他拿出來 這真是不得了了 不得了 怎麼了 龍梅是不是闖了什麼大禍了 不是的 這孩子 明是非便取者 喜沉淵 清君策 龍梅這孩子替大清朝 立了一件大功勞 是真的 夫人 我們趕緊到季南去 把這一份青海的祥表 交給大哥或者是俄大學士 請他們轉成聖上 這樣季限長 一定會滿門抄斋 我們安和兩家 不但是沉緣昭雪 以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老爺 夫人 這真是一樁天大的喜事 天理循環 報應不少 季仙燙 季仙燙 老爺 老爺 你嫌別高興 老爺 為什麼 我得到了這麼一樁 能夠扳倒季限堂的真平實據 這樣以後嘛 安和兩家 眼看著就死裡逃生重見天日 夫人 你說 老爺 我怎麼能夠不高高興興的呢 老爺 這份祥表 是萬萬不能夠拿出去的 笑話 我已經決定了 明天一早 我就要動身到季南去 老爺 您剛才不是說 祥表一出事 可是 季仙燙 就要滿門招掌 不錯 可是季仙燙 有一個獨生女兒 香格格 這好 所以老爺 這份祥表 是萬萬不能夠拿去的 可是 可是 老爺 現在 你總應該明白了 龍梅 不是個小孩子 我說一句 老爺 你不要動氣的話 龍梅 他比你更有組件 更有盤算 更有見色 所以他得到了這份祥書 一直都是貼身腸子 他顧慮得很周到 他怕牽涉到 對我們一家有恩的香格格 是 香格格 香格格 對了 夫人 我有個好辦法 用這個祥表 可以扳倒季仙堂 而且不把香格格牽進去 老爺 是 你是想 夫人 我們趕緊到季南去 我要勸說香格格 要他以國事為重 大義滅親 由他出手去搬到這些地方 好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香格格 固然是明大義便是非 說什麼 他也不會把自個兒的 深深父親送上法廠 哎呀 夫人 我們兒子回來的時候 不是已經說過了 紀仙堂到濟南府大堂 去告香格格 絕不再回紀家的 可是大爺 大爺夫人 不要顧慮 這件事情 我已經有了一千分的勝算 和一百成的把握了 老爺 那麼你馬上就要到濟南去 是的 不要把握著這件大好的機會 不要讓他失掉 好 老爺 一切就依你了 好 還能讓他失去 增加錢 老爺 您 Brauchy 哇 你可怕 大爺 等一下 我知道 有老爺 好 我可怕 找不到 回來了 回來了 可是啊 可是什麼 我這曹的後頭 還跟個呈現令成功呢 成功 哪來的成功啊 你們去幹嘛的 你們就是幹嘛呀 我們去哪裡 小荒仔 你姓什麼叫什麼 家住在哪裡 你是做什麼生意買賣的 她口口聲聲叫我小臣子 我怎麼能跟她說我是格格呢 有了 你說話呀 我叫丐月女 直递保定府人 我是个念书的 你是个念书的 那我问你 这块翡翠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从哪儿得来的 从哪儿得来的 当然 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了 这吹牛也不怕霍露鞭 把马六姐的屋顶都给接了 吹牛 什么叫吹牛啊 你傻给我支持我我的 装疯卖傻 大爷问你是家住在哪里 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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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哪儿啊 紫禁城 紫禁城 自己住的地方 还能错得了吗 马六姐 你有这种客人 这房子要盖结实点啊 小伙子 你别动一搭吸一搭 只顾吹牛了 我告诉你 这两位爷啊 是做工的 做工的 你小子装的可真像啊 你小子装的可真像啊 连做工的都不晓得是干什么的 身带着大内偷出来的脏物 偷 我偷了谁了 我偷了什么了 你这是干嘛 干嘛 咱们没有工夫给你在这儿挟扯 好啊 你见官自己回答话就好了 走 走 您弄错了 弄错了呀 世风日下人心不和 真看不出 这么一个标致体面的小伙子 也会是个进宫偷东西的贼 你 童姑娘 大阿哥 蛇爷说 你能带我去找到你母亲 我是说 我可以试着去找 童姑娘 那么你说 你打算带我们上哪儿去找呢 这 要吗 先到青江府 青江府 那不是就在淮安附近吗 大阿哥 您不知道 我跟我娘就是在青江府分手的 我娘要我 要我来投奔一副 她自个上南边去了 这回要找我娘的话 当然都从青江府先找起了 这话倒是很对 童姑娘 要不 我先跟你到青江府去找找看 等有了确信 再请大阿哥去 不 大阿哥 真要找到我娘的话 那就得他亲自去走一趟啊 这又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童姑娘 这会儿我们是在说正经事 舍爷 你这个人真奇怪 说正经的 究竟是谁在不正经呀 至少 大阿哥现在他不能离开济南呢 只要大阿哥不着急 甭说两天 就是等上二十天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冯姑娘 你不怕你母亲越早越远啊 远 大阿哥 那咱们可以一路游山玩水 多走几个地方 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你们要出事啊 这一件事也要几成的把握 大哥 我刚才啊 在盘他的根 看他的神晴里面 都是有棋分可信 那么现在呢 现在啊 大哥您一出来啊 他又在那疯癫癫癫的卖 她的內容風情 確實有幾分可心 我就拿不準了 可是 只要一找到她母親 我們心裡天大的謎團 不叫可以迎刃而解 就是為了這一層 我才鼓起相信了她的話 特地把您給請出來 當面的問問她 好 那我就決定找這一趟 大哥 您 來 童姑娘 我們明天一早,動身 真的呀 那太好了 可是 大哥 我不許你帶侍從 這 要去, 咱們兩個人去 來 童姑娘 你要出去啊 我 我去买点走残路用的东西啊 好 好急了 巧妞啊 你要是真能把大阿哥骗出济南城 那老夫就在功劳簿上大大的寄上你一笔 老冬胖 人家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您就只在功劳簿上寄一笔 就算了事了 哎呀 傻丁 我告诉你 凡是寄在我功劳簿上的 什么荣华富贵金银财宝 有什么有神啊 可是 那还不是长线放圆耳 只能看在眼里 没法吃下肚子里呀 你这个傻丁啊 真精明真厉害 你要是让老夫再调教几年 你 准宝比我那个宝贝职子 寄信堂要强多了 啊哟 老中堂 远的不如近的 许的不如线的 您老人家真要开赏的话 那 那就 好好 好 来人哪 这 这 铁崽子 铁崽子 老中头 这个俏妞立下了大功 明天一早 要跟大阿哥一块儿到青江谱去 那太好了 老中头 啊 咱们是不是就在这 对 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既荒凉又 对 对 铁崽子 走 你带赛贵妃到后头去 把咱们从京里带来的金银珠宝 让她随便挑好了 谢谢老中套 谢谢老中套 赛贵妃 跟我去挑吧 一时三鸟 可不是一时三鸟吧 湘哥哥 小小妞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看你二舅公用计呢 好 请大人伸他 滚下 赶紧跪下 跪下 哥哥 蔡宗吉 大大 济南之府蔡宗吉叩见哥哥 他 他就是哥哥 姐 谢哥哥 帽子可以还着我了 谢谢你们二位 帮我免了马六姐的房饭去 而且还一路小心伺候地陪着我回来 请哥哥受罪 哥哥受罪 我走 拿紧距离 那你敬不盡 你怎么回来 你就跟你想 trusting你 我来 说 我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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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班的 童姑娘是誰呀 童姑娘就是仲大娘的外甥女 仲嫁遇害以後 她老遠的跑來投親 後來就一直住在這兒 哎呀 我想起來了 跟班的 仲大娘以前是不是說過 她有一個跟她長得一模一樣的 雙生姐姐 是啊 童姑娘的母親 就是仲大娘的姐姐呀 起先我看到她 我還以為她就是仲大娘 把我嚇了一大跳哎 天安哥哥 童姑娘的母親現在在哪兒 就在運河邊上的龜德鎮 他們在那兒開了一間小酒店 那咱們趕快去追上大哥 告訴她 別讓她白跑一趟 不要 好 啊 啊 那媽媽 怎麼為什麼離開這個家到山山里去呢 哎呀 媳婦 現在跟妳也說不清楚 我已經被人家认出來了 這就是橫貨已經臨到我們頭上了 说不定我们一家屋口 就会送命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赶紧的逃啊 怎么样 娘 车架好了 车架好 那我们就赶快走吧 赶快走 已经有人了呀 快 孩子的娘 你跟娘先从后院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在这敷衍敷衍她 我马上就来 快一点 赶紧来啊 赶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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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快 开门 里面坐 里面坐 不敢搭 不,不,不,不... 他打個 今天我可要報那一箭之仇了 別再說 就憑你 你還差得遠啊 一起打個 今天我可多帶了幾個幫手 上 誰帶案件相連 寶卿王正在危急 十三妹忽然出現 金玉元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湘格格和奢大海還在奸臣趕來途中 湘格格和十三妹會不會見面呢 見面以後又將如何呢 寶卿王的身世之謎能夠揭開嗎 請您明天千萬別忘了繼續收看 金玉元旭